中央选举委员会 办理第16任总统副总统 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 审慎规划 循序执行各项选务工作 顺利完成划时代使命 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 任期届满日期不同 相差三个月又19日 是否同日举行投票 经中央选举委员会参卓 101年、105年及109年 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以三度合并举行投票前例 社会各界对于两种选举同日举行投票 以具高度共事 经112年2月3日 第586次委员会议 决议两项选举同日举行投票 同年3月10日 第587次委员会议 决议定于113年1月13日举行投票 此外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在112年6月9日修正公布 适用于本次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包括候选人、消极资格规范 竞选广告实名制 身位影音及时处置 以及民意调查发布、报导、散布、评论 或引述规范等 中选会网站也建置 112年选罢法修法专区 整理民众、候选人及政党 选务人员应注意规定 加强向社会大众宣导新修正之法律规范 让选务工作可以更加顺利进行 为筹划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选务工作 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静勇 赴各职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访式选务举行座谈 并同时拜会各地方政府首长 以听取地方建议 感谢地方政府给予选务相关资源与行政支援 让选务顺利进行 这次的总统、副总统的选举非常非常重要 112年9月5日召开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业务会议 由主任委员李静勇主持 112年9月12日上午10时 由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静勇召开记者会 会后张贴第16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公告 即在国外之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申请返国行使总统、副总统、选举权登记公告 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 需经政党推荐或公民联署两种方式之一产生 依政党推荐方式 申请登记为候选人者 推荐政党需在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所推荐候选人得票数之和 把该次选举有效票总和5%以上 或选举公告发布前 最近一次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或区域 及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得票率达5%以上 以公民联署方式申请登记为候选人者 依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3条第4项规定 联署人数必须拿最近一次总统、副总统选举 选举人总数1.5% 也就是需要28万9667人参与联署 112年9月13日至9月17日 受理申请为总统、副总统选举被联署人 并于112年9月18日公告被联署人名单 本次选举共有10组申请为被联署人 112年11月14日公告联署结果 经查核有郭台铭、赖佩霞一组打法定联署人数 112年11月16日公告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 登记日期及必备事项 112年11月20日至11月24日 受理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 既有赖清德、肖美琴一组由民主进步党推荐 柯文哲、吴欣盈一组由台湾民众党推荐 侯友宜、赵绍康一组由中国国民党推荐 共三组登记参选 这是总统候选人、安为天主的主导 候选人完成登记日期 国家安全局及启动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安全维护事项 112年12月5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会议审定通过 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 既有赖清德及肖美琴、柯文哲及吴欣盈 侯友宜及赵绍康等三组 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 于候选人登记时缴交公职候选人财产申报表 并于审定候选人名单之日起上网公告一年 供民众查阅 112年12月11日 办理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号次抽签 由主任委员李静勇主持 抽签结果1号、柯文哲、吴欣盈 2号、赖清德、肖美琴 3号、侯友宜、赵绍康 112年12月15日 公告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名单 112年11月7日 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立法委员选举公告 112年11月16日 公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登记日期及必备事项 112年11月20日至11月24日 受理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登记 区域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 向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申请登记参选 全国部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 由政党向中央选举委员会申请登记候选人名单 本次选举经中央选举委员会审定合格的 区域立法委员候选人共有309人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共有9人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共有10人 全国部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 共有16个政党 提名登记177位候选人 中央选举委员会于112年12月20日 办理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 抽签决定号次 各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 办理区域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 号次抽签 中央选举委员会于112年12月20日 举办全国部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之政党号次抽签 113年1月2日公告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名单 总统副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期间 自112年12月16日至113年1月12日为期28天 每日竞选活动期指时间为早上7时至晚上10时 竞选活动期间 中央选举委员会举办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及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除了在全国性无线电视台播出外 同步于网络直播 相关影音档案也置于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供民众收看 此外民间也举办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立法委员选举竞选活动期间 自113年1月3日至113年1月12日为期10天 每日竞选活动期指时间为早上7时至晚上10时 全国部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 中央选举委员会审查各政党宣传录影带 检释有无违反选霸法相关规定 于立法委员竞选活动期间 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播出 此外中央选举委员会也依新修正之选霸法 首次举办政党电视证件发表会 登记之政党可以在全国性无线电视频道发表证件 加深选民对不同政党理念之认识 113年1月5日 中央选举委员会透过原住民电视台 举办山地及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选举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举办区域立法委员候选人公办政见发表会 112年12月26日至12月28日 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选举人名册 在各乡镇市区公所公告阅览 112年12月13日前 各护政事务所完成总统副总统选举返国 行使选举权选举人登记查核 并将查核结果通知书 以挂号邮件计较申请人 竞选活动期间 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印发选举公报 并将有声选举公报公开于选举委员会网站 以便于市场选举人收听 选举期间 中央选举委员会举办五场次选举监察实务分区研习会 说明选举监察法令及做法 选举监察由监察小组委员执行 监察事项包括证件稿、竞选办事处 及投开票所监察员资格之审查 违反选举办法规定之言处 维持竞选活动合法进行 避免触犯选举办法禁止规定 是选举监察工作的重点所在 投开票当天 每一个投开票所都设有主任监察员 及监察员 监察员由政党或候选人推荐 监察整个投开票过程 24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为了加强宣导投票日期、时间 投票时应注意事项、反会选 以及因应选务错假讯息 提醒国人对于正确的选举或投票资讯 出前往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查询 也可以在社群媒体中加入讯息查证管道工具、相关宣导资讯 中选会透过电视、网路、广播及召开记者会等方式进行宣导 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则结合地方大型民俗节庆活动或在地特色活动进行宣导 透过涉摊宣导、模拟投票及其他创意方式 与民众面对面接触以强化宣导效益 为将美学设计思维导入选物 提升视觉美感及使用流畅性 中央选举委员会自110年开始 与财团法人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 本次选举更续旧选举公报 投开票所内、外、指标、海报、证件发表会 中央选情中心等项目进行优化设计 提供耳目一新的选举美学体验 为提升选务人员及投开票所工作人员工作知能 中央选举委员会及各直辖市 县、市选举委员会办理各类讲席 包括选务干部人员讲席 投开票所主任管理员训除讲席 主任管理员及主任监察员专职讲席 投开票所工作人员讲席 以及投票日前一日主任管理员、主任监察员 典领选举票前重点工作提示 并在112年10月25日 于台南市举办投开票程序模拟演练 以达到加强宣导投票作业规定 及提升投开票所工作人员处理突发状况应变能力 相关选务工作还包括选举票印制、运送、点交 投票日两日前分送选举公报及投票通知单 投开票所布置 设置投票所无障碍设施 市场者投票辅助器 并准备适合乘坐轮椅选举人使用的圈票处遮屏 斥发投开票所主任管理员执行任务确认表 以确保投开票过程无任何缺失 本次电脑计票委托中华电信公司办理 为确保电脑计票作业顺利 中央选举委员会进行三次电脑计票作业全国模拟演练 并于投票日前一天召开记者会 说明电脑计票整体作业流程 电脑计票主机、个人电脑、印表机均使用全新设备 且禁止连线至网机网路 防止骇客植入后门城市 并24小时资安监测各项设备有无异常连线 113年1月13日投票日当天 自上午8时至下午4时 在全国17,795个投票所同时展开投票 投票结束后 投票所即改为开票所 以人工开票 由工作人员从投票轨主张取出选举票 公开唱名开票 现场并设有参观席 供民众参观开票 开票完毕后 主任管理员将投开票报告表 张贴于开票所门外 指派专人将投开票报告表一份 送至乡镇市区选务作业中心 由乡镇市区选务作业中心 将开票结果登录至电脑计票系统 直接传送中央选情中心统计 同时投开票报告表 副本交付推荐候选人 执政党及未受政党推荐之候选人 所指派之人员 本次中央选情中心 设置于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南洞十八楼 提供国内外各界查询及时选情资讯 我们善尽告知的义务 另外投开票当天 也设置中央选务指挥及应变中心 以掌握各项选务突发状况 并未及时之处理及通报 投票当日也有来自六国九十七位外宾 至中央选情中心参访 各位媒体的朋友 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待 选举计票全程于当晚二十二时 四分顺利完成 并由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静勇召开记者会 说明选举投票结果 赖清德肖美琴一组当选第十六任总统副总统 投票率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六 得票率 赖清德肖美琴一组百分之四十点零五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百分之七点三六 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 投票率百分之五十八点二五 得票率 中国国民党百分之五十四点八七 民主进步党百分之二十三点零四 其他政党百分之一点六一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百分之二十点四八 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 投票率百分之六十四点三二 得票率 中国国民党百分之三十点二二 民主进步党百分之二十二点一零 其他政党百分之四点五一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七 全国不分区及乔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 投票率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八 得票率 民主进步党百分之三十六点一六 中国国民党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八 台湾民众党百分之二十二点零七 其他政党百分之七点一九 区域立委 中国国民党三十六席 民主进步党三十六席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一席 平地原住民立委 中国国民党两席 民主进步党一席 山地原住民立委 中国国民党一席 民主进步党一席 五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一席 部分区及乔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 中国国民党十三席 民主进步党十三席 台湾民众党八席 113年1月19日当选人名单 经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告后 1月19日下午 主任委员李静勇 协同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制送总统副总统当选证书 1月22日 副主任委员陈朝建 前往各政党中央党部 制送第十一届 全国部分区及乔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 各政党当选证书 区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员当选证书 由各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制送 各中国家法令 立法委员当选人 于113年2月1日宣誓就职 于事以至诚 向全国人民宣誓 同年5月20日 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宣誓就职 针对这次选务的检讨 彼此来交换意见 选举结束后 中央选举委员会 针对此次选举进行选务满意度调查 召开选务工作检讨会 并对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 进行选务绩效评比 并以绩效颁发奖牌以资鼓励 同时各直辖市县市选举委员会 也分别召开选务工作检讨会 对选举整体满意度84.0%满意 对工作人员服务满意度96.7%满意 本次选举中央选举委员会 事前缜密策划选务工作 各项选务工作均能依照管制进度办理 迅速确实完成开票统计作业 顺利完成此次划时代任务 为台湾民主写下新实验 赛造民主光辉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